而昨天这场活动展现强大的公民力量 行政院长江仪化也在活动结束前紧急召开记者会 针对群众诉求做出了四点回应 而同时马总统呢也立即表示 听到了并且力挺政院的四大诉求 媒体记者大阵仗 守候行政院长江仪化 偏偏迟到了快半小时 才看见法务部国防部连媒出席 回应25万人有行诉求 行政院将会全力推动修正军事审判法 让承平时期的军法全面回归司法审判 这话提出四点回应 云诺成立军中原案委员会 未来也将修军事审判法 承平时期回归司法 并重新检讨军中申诉制度 但对于红案表示已经全力侦办 不会移交司法 江仪长全程表情严肃 原定八点半由发言人上阵 却在九点前临时大转弯 或许是担心野火燎原 止不住院长不得不上场 要总统在晚间表达听到了 肯定公民诉求 并且立体行政院四项回应 但这场公民运动不同于以往 再再彰显台湾人对政府的失望 总统和院长的回应 究竟是不是另一个谎言 两千三百万双眼睛都在顶着看 真伤网数迷宏员台北相报